Hello 我是波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期待新玩盒 封面做好的亚子是不是特别的诱人 说实话这款玩盒我坐着坐着就饿了 这款的话因为盒子的原因 所以说史莱姆都是带装 我很想用盒子装但是盖不上呀 今天这个的话是面包超人的便当盒 主要的话是一个面包超人的咖喱饭 咖喱我刚才已经玩完了 然后将我们这个透菜的话 和我们的米粒混在一起 然后做出米饭来 放置旁边备用 放置一旁准备备用 现在我们的咖喱已经熬好了 加入我们的土豆以及我们的胡萝卑 今天是一个吃素的伯伯 所以没有肉哦 然后将我们的咖喱的酱汁再铺在上面 这样就会更有食欲 现在拿出我们的粘土 将我们面包超人的五官给它做出来 这个过程的话一定要小心哦 慢慢来不要着急 因为这个五官的话会影响你整个完盒的效果 拿出我们备用的米饭 然后将我们做好的五官给它贴上去 完盒的话重点呢就是享受它的这个制作过程 我敢保证这个完盒可以让你玩三十分钟以上 做完的话还有满满的成就感 最后拿出我们的玉米粒 还有我们的葱花进行一个点缀 我们面包超人咖喱饭已经做好了 看着我就想吃 说实话我真的不想破坏它 因为我不想粘土和史莱姆混在一起 所以把它的五官给它揪下来了 然后又戳了一下史莱姆 混了一下米粒 史莱姆的含量大过米粒 所以说它玩起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发泄 大爆声音也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们有多余的米粒 其实还可以混份透菜 然后把它做成咖喱饭 这样的话就是两个完盒啦 这款的话为3月27号晚上8点 开售上新的一款哦 爱你们 Mua Mua Mua